看回回頭 我想你都挺正義的 當時有一個很有趣的看法就是這樣 當時其實自己兜兜轉轉 到90年代尾的時候 港台找我 我就走了去做節目主持人 其實你會發覺原來你做傳媒 唯一是過癮的地方 就是做前線 你做管理是很慘的 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做回前線的事情 到我賣光的東西 基本上我只是做港台 寫書 做其他的talks 靠其他東西 做公關顧問 那些東西 其實是OK的 其實是OK的 但是到了離開之後 其實我都應該退休的 已經到達退休年期的猶豫 不過又這麼巧 因為佔中的問題走出來 到現在又覺得網上應該做一些網媒 你現在在搞智報 講講你的投資 其實很現實 將來沒有什麼人 你做一個電視台 你說投資二三十億 你做一張正式的報紙 正式的報紙 自己有機 有印的 你可能要花六七億 現在最低限度 最低限度 如果你做一張免費報紙 你找到人印的 你可能都要花幾千萬 你做一個網媒 基本上幾百萬 你便宜一點的 百零二百萬 你可以開到波 你看多少錢 看你願意 打多少錢 去做 我覺得未來 其實網媒最好的地方就是 基本上 文字 圖片 影像 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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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部都可以做 這是最過癮的事情 還有那個市場是無限大 你的目的在哪裏呢 我的目的很簡單 我的目的就是覺得 如果我們看回香港兩個傳統的對立面 我們講的建制派 講的泛民 其實泛民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直到他做了佔中 搞了很多很離譜的事情之外 他才可以令我覺得 是不可以接受的 本來你做一個 反對派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做一些事情 傷害那個地方 和傷害那些人的時候 我接受不了 我覺得我要出來 如果我們看那邊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連勢比較多 但是這幫人是創意無限 他們是最早玩所有的電腦 互聯網 他們的力量很大 這邊是小的 那我就做這邊 如果我們純粹從一個生意經來看 那邊最多廣告的是蘋果 沒有什麼人會願意下廣告 因為他們的政治取向 可能令到大家不是很想在那裏下廣告 直到他很成功為止 如果你看這一邊的話 這邊基本上就是 你是他的對立面 那這邊基本上那個 那個競爭性不是很強 因為不是很多 那我現在進去都是 正如你們那樣 都是一個很早期進去的 你有創意 就做一些新的事情 你成功的話 自然在網媒的未來的世界裏 是否只是做新聞呢 是否除了新聞之外 你可以做其他事情呢 其實你如果做新聞的時候 你一定可能不夠東方 不夠蘋果 或者跟其他人來爭 但當你走另類的網媒 就像雜誌那樣 你可能得到的回報是很大的 一如到了某個階段 你可能是要養它 或者要輔助它 兩三年 三四年 但你要明白 在市場來說 大家說年輕人玩互聯網等等 其實大家是錯的 年輕人是最先玩互聯網 年輕人可能有幾十萬 一百萬人玩互聯網 但自從佔中之後 年紀大的人 三四十歲 四五十歲 現在才認識什麼叫Facebook 什麼叫互聯網 現在才開始去玩 這班人基本上是年輕人的 三倍 四倍 五倍 當他們進來的時候 他們是會看一些 不是他們搞事的 而是看這一邊 那個市場其實就是我們的 你的投資多大? 其實不多的 其實我們在說幾百萬 幾百萬 近年每月的turnover都不少 十幾十萬 其實不是的 你不要搞錯 我們基本上是所有人加起來 只有九個人 九個人都要二十萬左右 不是 但是我們有 一年到來二百多萬 是 但是雖然是這樣 我還有儲蓄可以頂得住 但是我會覺得 只要 我做到今天為止 我做了大概兩個月 那個反應給我想像的 是很上五、六倍的 我沒有想到我可以這麼快去得這麼好 但是你會看到多少人上來 多少人share 多少人做 是很好 那有沒有人投資在這裏? 沒有 是你自己的 本來 本來 本來我是想引一些人來投資 那些人就說 你搞這些事 這些不要搞我了 那我覺得 這樣說 每個人到最後的時候 你都會問問自己 究竟你想留下什麼給社會 這個如果我可以afford得到 我相信 現在你的經營每年二百多萬 你想想 我 你不明白 你可以經營多少年 我給得到 我給得起 即每年都可以給二百多萬 我可以每年給到 我不是可以給到很多 我不可以給十年 但是做生意 不是說你要有一筆錢 你是做十年 你要虧的 在我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我預計 我預計 當日我做recruit 我預計 我是要兩年 我開始break even 我沒有想到 第七個月我已經賺錢 那你G報呢 我現在G報 我覺得 我現在完全不去想 去賺錢 六個月後我開始去 我先做好 有個明言 有個marketing的明言 三分一去了 已經 marketing的明言 那兩個月 marketing的明言 基本上就是 get your product right 搞好你的產品 the money will right itself 錢會自燃 我同意的 那你的內容 現在是 只要都是 我們基本上 我們現在開始做的內容 基本上是可以分開三樣 正能量的 都是觀念的 很多片的 拿外面的很多片 那些用 其實每個網媒 基本上都是一個 收集到一些最好的東西 拿出來給大家看 變成是很方便 很雜誌 互聯網的問題就是 它太多東西了 沒有人接觸到那麼多東西 你可以從 另外一些文章 找一些好的blog 寫一些東西 那裏有一段 兩段 另外一些新聞 或者一些評論性的東西 那我們是注重評論 多過注重 就是新聞 因為新聞貴的 那基本上 尤其是香港目前 現在經歷著一個 那麼 敵我分明的日子的時候 基本上 這個是一個挺好的賣點 是很多人看的 我也希望你成功 是很多人看的 那麼 我成不成功 沒有什麼問題 最重要是不要成人 其實我覺得這樣 我覺得 六個月後 我覺得 其實我要去到一個位置 我可以覺得 剛好我就去外面 去找別人 投資也好 去 下廣告也好 或者是 幫助 補助也好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做到的 那邊 能夠 看嗎 有一點 那邊 想要 有一點 我可以做到的 那邊 我可以做到的